我可以通过烹饪实现许多不同的创意和想法 我长大的地方 身边的亲人 儿时的记忆 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我和我做的菜 相互认识这么久 是时候让我们三人合作一下吧 准备一个限量菜单 在同一桌上分享我们三个人的故事 我母亲对我将来的烹饪有很大的影响 小时候我妈的厨艺就很棒 但说到最好吃一项最深刻的 那必须是唐厨小牌 所以我打算在水塘里 在儿时记这个菜呆的没有牛里面 我一定要加上我妈妈的一道糖醋小牌 首先用的那个猪的小牌比较好 那种粉红细细的那种肉就是好的 而且要买黑毛猪 比较香 比较好 火呢不要太大 醋呢要围着锅边倒 这个香气从下面再上来 整个排阔就全部有味道 我儿子的同学到我们家来 然后他们来吃了以后 把盆子都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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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去德大西餐馆 那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罗顺汤 和那个炸猪排特别好吃 就是吃上嘴里满满的幸福感 这些东西呢都给我带来了灵感 和创作一些融合的菜肴 我17岁入行 那时候我师父的一种形象很伟岸 师父呢经常教导我们做厨师啊 要以德服人 对 厚德载物 对这个必须的 其实在那个菜市里面呢 最主要一个怎么去把地方文化特色 这个上海菜小温顿小笼包 这个也是我们怎么去要把它做精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小的时候也是爱看外国动画片 然后里面看着有吃披萨 有吃意面 我是看着因为这么好的美食 所以我那时候从小就有了这个想法 想要试试看 我也能做个披萨是吧 那包括我现在来说 去用一些传统的串菜 然后再加一些稀释的方法 去做一个特别一点的菜品出来 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 影响到我 他很耐心地给你讲 就是每个事情 应该去怎么去思考 不是说这道菜怎么怎么做 今天又是另外一节课 到我现在整个在行业当中也是 我会持续先去思考一下 也直接就下手了 不过今天再用的比较好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辣味和这个 其他这个调腐料来说 平衡度我觉得比较好 吃当的这个增加了一些吃嘛 我觉得有一些化工点睛的这种作用 摇腿 非常地好 我妈妈特别会做菜 现在都还用我妈妈做的糟辣椒 这是去年的我妈妈给我做的 然后我一直留在家里 平常也是给家人炒炒这道菜 再给我搞一点糖来 好 OK 再进一年 哎呦 再来吧 我觉得妈妈的这种精神可能 真的是影响了我 选择这个厨师行业 接地气啊 这不就是我们的北京文化 凉食秋的书应该记载过 北京的馄饨蛋 你想啊晚上到冬天 那么冷 有一挑蛋子的给你献肚的馄饨 幸福感都有 小时候我们吃那时候比这板蛋还小呢 桌子有这么大 没事就能坐四个人 来拉小板蛋 这边俩这边俩就开始吃上了 你知道吗 好玩呢 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好东西真的吃了不少 我妈妈做菜特别好吃 我老做菜也好吃 我舅舅做菜也好吃 所以很小时候就吃了很新鲜的东西 很新鲜的制作方法的东西 这个也是对我后来对这行有兴趣 我小时候喝的行风霜 我觉得是一个奢侈的事 就我老的操作这个行风霜的 这一个步骤 都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奇迹 印象是在哪啊 我就认为行风霜拿水啪一弄 调匀了就行了 不如这样 先拿水砸一下它是吧 砸完了以后成一个护状了 然后再拿水再去调 瞅了 看见没啊 三个味道 烫滑了 天 烫呢是用现气味来的 滑呢是丝滑的感觉 第三九天 尤其小孩吃点田子 都非常喜欢 所以我觉得李东走这行业呢 还是走对了 所以呢 我挺高兴 那今天有没有大屋穿呢 要出十二下对吧 这个泥土的清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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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